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今天新的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你知道小小的錯誤習慣 可能會造成身體的大危機嗎 今天醫師好辣就要來踢爆 哪些是可怕的NG行為喔 三位醫人 又有哪些錯誤壞醫習慣呢 健康醫師抬頭 注重養生及生活品質 但你知道你生活當中有很多NG的行為 不知不覺就是正在傷害你的身體 牙齒海撩撩 NG保健傷好大 牙線用越深清潔越乾淨 是這樣子的嗎 吃完飯立刻刷牙漱口 這樣對嗎 漱口水保持好口氣 這些到底會產生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竟會造成牙引萎縮 蛀牙率會增加 好 看到沒有 學姿勢啦 這邊我特別來解釋一下 那幾個不好的習慣 其實像我平常在門診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兩種不同的病患 有一種人就是 他非常不愛刷牙 他可能一天只刷一次那種 然後牙線也沒有在用 那另外一種人 就是屬於腳網過正型的 他可能一天要刷五六字牙 可能一吃完東西就立刻去刷 然後另外一種人 就是牙線用得非常非常的用力 就是 我也是耶 對 那這種人通常我們要小心 其實因為牙線 我們通常在清潔的時候 我們是清潔牙齒跟牙齒中間的縫隙 那它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把牙齒中間縫隙 看不見的地方 刷不到的地方清乾淨就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牙齒跟牙肉中間 其實有一條溝 叫做牙齦溝 那那個地方就是很容易 滋生細菌牙結石的地方 它也是我們產生 牙齒病的一個起源地 那個地方我們用牙線 輕輕的把髒東西剃出來就好 那有 我看過很多病患 是整個很用力這樣嚕下去 然後嚕上來又見血 他可能就覺得不太過癮 他就再用一次 這種人通常我們看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 因為牙齒這種東西 它長時間的這種破壞 它會讓它受傷 那另外我們提到就是說 有一個不好的習慣 吃完飯馬上去刷牙 我們吃完飯之後 尤其像現在夏天 我們常常會吃一些冰冷的東西 或者是酸性的食物 那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的pH值 口腔中的酸性會下降 pH值下降 就是口腔中呈現酸性 那這個時候 你如果趕快去刷的話 你會造成 我最近在門診遇到一個病患 40歲左右一個女生 她說醫生我好像住牙 你幫我檢查一下 我拍了一個全口的X光 對 然後她說 可是醫生你要不要再檢查看看 我覺得好像真的有 因為我每喝冰水必酸痛 後來我就這樣 請她嘴巴打開去看 她的牙齒的髮狼汁 全部被抹耗光 對 那我們臨床上 看到這種病患 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男生吃檳榔的人 因為檳榔很硬 她髮狼汁會受傷或耗掉 那另外一種人 就是自己造成的 就是刷牙 然後有些人又喜歡 用很硬的牙刷 因為她覺得太軟毛的牙刷 刷起來又不過癮 可能又覺得不夠乾淨 所以她一天刷六次牙 基本上遇到這種敏感的現象 我們會先做一些藥劑的處理 可能會先建議使用 抗敏感的牙膏 那再來塗一些 抗敏感的藥劑在表面 去阻絕這個溫度的刺激 那如果這些都沒有救的話 可能就要把牙齒神經抽掉 所以其實 大家不要小看這些習慣 這些習慣非常的恐怖 因為到最後有可能 你好好一顆牙齒 原本好好的 到最後要抽神經 我覺得牙線 用到見血超舒服的耶 就是而且你還可以填到 那個血的味道 對 然後你這樣子摳在裡面 然後感覺在挑神經的那種感覺 神經病 就會有一種 所以你覺得牙齦會腫就是這樣嗎 對 我有講過 我就是我有一陣子為了減肥 我吃完飯後 馬上刷牙 然後大家就說 有什麼關係 再刷一次 然後我就會去吃麵包 吃完麵包之後又馬上刷牙 然後大家就說 有珍珠奶茶你要不要喝 然後我又喝了 然後又馬上去刷牙 強迫症 所以一天可能刷八到十次 後來隔沒多久 整個牙齦都痛 去看牙齒之後 醫生就說 你刷牙刷太多次了 而且這樣就算了 你以為牙齒會很乾淨對不對 後來我還蛀牙 就是很白癡的事情 莫名其妙 你那個是至少 跟病症不一樣 我認識曾經有人 一天刷十七次牙 怎麼多 那就是強迫自己 對 有聽過 對 對不對 強迫自己刷牙的 因為其實像剛剛謝忻 提到的這個部分 其實過度的清潔 為什麼反而會造成不好的現象 因為我們的牙齒其實它構造有分三層 它從外到內就是 髮狼子 然後牙本子跟神經 那髮狼子其實它很硬 它的硬度跟我們有一種石頭 叫長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個硬度其實跟石頭接近的 就像我們有人可以用牙齒 把可能瓶蓋打開之類的 所以這個其實滴水穿石 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你長時間的磨耗 它才會造成這個髮狼子完全不見 等於說你這個保護牙齒內部構造的一個 城堡不見了 那裡面曝露出來之後 很容易就會造成後續的問題 飯後刷牙好像是我們從小就被教育的 一個錯誤觀念 我其實當醫生的人也不見得知道怎麼刷牙 雖然我們家醫科不是牙醫 不會檢查牙齒 但是我們很多病人感冒幹嘛的 嘴巴一定會打開來看 那很多老人家牙齒一打開來看 真的是 那很多年以前我有個機緣跟牙醫師公會 一起在推動一些保健的工作 那其中一個概念就是 老人家的牙齒如果健康身體就會健康 當時我聽到的數據 這個大概十年前 他說65歲的老人 大概平均還有21顆牙 台灣 可是到了80歲的時候 台灣的老人家只剩下7顆牙 這麼少 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其實在推的一個健康的牙齒 應該剩下多少顆 應該叫做80、20 就是你應該到了80歲的時候 還維持20顆是自然的牙 太多了吧 可是現在國人 我們台灣人的平均比例 各位可能不相信 65歲以上的老人 全口無牙的比例 各位知道多少嗎 26% 這麼多 對 四個裡面有一個是全口沒牙的 這應該問牙醫師來確認的 為什麼 牙齒的保健 除了正確的刷牙之外 像比如說 我那次去看牙齒之後 我那個牙醫師的同學 他就拿出那個很大的牙齒模型 拿出很大的牙刷 住在後面 對 就告訴我說 該如何刷牙 然後我那個同學很細心地告訴我 說你從來沒剃牙對不對 我說我有啊 他說你怎麼剃 我就刷刷刷把它拿出來 刷刷拿出來 而且他說你說同一個地方 等於說把另外一個地方的牙菌 再帶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所以他就開始教我該怎麼剃牙 左邊要剃一剃 右邊要剃一剃 要該剃到什麼程度 然後牙線要怎麼轉 手要怎麼放 我才知道說原來啊 除了牙醫師知道之外 我們這些學醫的我不知道 等一下我們醫生都可以自己坦白 你到底會不會剃牙 那很多人其實如果還有 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 那末端的血流更糟糕 那牙壞得更快 更是要注意牙齒的保健 那我們臨床上有許多病人 就是因為牙齒敏感來就診的 那所有的病人來我診間 我第一個問的問題就是 他刷牙的習慣 那有一次有一個很特殊的案例 那他跟我講說 他每餐飯後都會刷牙用牙線 我心裡就想說那應該還不錯 可是他一躺下來 嘴巴張開一看 不得了發現他 亂說 所以說我就繼續質問說 他解牙的方式是怎麼樣 他跟我講說他刷牙跟用牙線 都會用得非常用力 那繼續跟他聊之後發現 其實這個病人 他其實比較像是一個 強迫症這樣的一個病人 他跟我講說 醫生 如果說每天刷牙 沒有刷得很用力的話 晚上會睡不著覺 對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面對像這種病人的話 當然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幫他建立正確的 口腔清潔觀念 告訴他怎麼樣正確的刷牙 不要讓他的牙齒跟牙齦 繼續受傷 然後他牙齒跟牙齦受損的部分 牙齒我們可以做適當的填補 而牙齦萎縮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可以藉由 牙根覆蓋手術這樣的方式 去達到那個牙齒敏感的一個改善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特殊的案例 那是一個穿著時尚亮麗 光鮮亮麗的一個正媒 但是他很奇怪 就是他從頭到尾都戴著口罩 然後走進我的枕間 然後躺上枕窯椅之後 口罩還是捨不得拿下來 我就跟他說 小姐 小姐 請問你是什麼問題這樣子 然後他這時候就支支吾的說 那個醫生 不好意思 那個我有口臭 之後請他嘴巴張開一看 發現不得了 他的牙齒堆滿了厚厚的牙結石 堆得像萬里長城的樣子 對到連牙縫 沒洗過牙 一輩子沒洗過 對到連牙縫都沒有看到 都被牙結石蓋出著 真的是像萬里長城那樣子 他說醫生 我兩三年沒刷牙 好好問 我都用漱口水 可是我還是會口臭 所以你想得到漱口水品牌 我都試過 可是他還是一樣口臭 這樣他怎麼接吻 對啊 那我就說 那小姐 您不刷牙當然會口臭 可是他就說 醫生可是我刷牙的時候 會流血 所以我不敢刷牙 那其實一般臨床上 我們遇到刷牙或用牙線 會流血大部分 或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第一個病人 就是你刷牙或是牙線過當 造成牙齦的傷害 會流血 但是這種是比較少數 另外一種比較常見的 就是你沒有清乾淨 然後有牙菌斑跟牙結石堆積之後 造成牙齦發炎 造成牙周的破壞 這種情況他才會流血 那這個病人的話 當然我們還是一樣 要先叫他正確的刷牙方式 然後幫他做全口的牙周病治療 才慢慢地去改善他口臭 還有刷牙會流血的問題 所以說從這兩個case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正確的解牙管理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我今天就要花一點時間 教各位觀眾朋友 怎麼樣去正確使用牙線 比如說基本上我們牙線的長度 是前臂的長度 大概前臂的長度 然後我們把它纏在兩隻手中指 第一指關節 我們這樣把它往內捲 捲到大概剩15公分左右的長度 那15公分的話 大概就是兩個大拇指這樣的距離 然後中指固定之後 15公分的長度 我們接著要用拇指或食指來做清潔 有一公分的長度來清潔就好 那到底要怎麼清潔呢 這樣下到牙縫裡面去 那大家注意看 其實牙縫它有兩個牙齒所構成 所以我們在清潔的時候 其實兩個牙齒 兩個面道去清倒 然後也不要 當然我們牙齦的地方要去清倒 但是不要下得太深 不要太用力 會割到那個肉 對 輕輕地去碰到就好 然後把髒東西給刮起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不要碰肉 他這樣很清楚 我剛剛就想說 我這樣怎麼放 手要一隻伸進去 對啊 你怎麼放進去 你可以 手伸進去 以前以後 我伸腳都可以 這很難 那個姿勢常常 搞不好 對啊 很難 你吃一三萬 光這個二十幾分鐘 弄完之後 突然你要拿一個甜點 又吃一吃又甜 又要來一次 然後你清完 這組奶茶要不要喝 對 我跟你講 我常常發生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我早上起來弄不弄好 車都開出門去露營 在高速弄露營想 早上會忘記這件事 真的 早上起來一定是先喝水 然後就吃飯 對 真的會忘記刷牙 對 因為通常外國人 就是吃完早餐之後 才會去刷牙 我也是啊 對 我也是這樣啊 可是一般是一早上起來 對啊 早上第一件事 你就先刷牙 沒有啦 先吃飯 我們都是先刷牙 沒有啊 吃完才刷 這樣也是一個討論的問題 可是牙醫說沒有 不行 牙醫覺得是不能刷牙對不對 基本上我會先刷完牙 然後再吃飯 然後再刷一次牙 你刷完牙 你好聰明 你說不得罪 這個帶牙 這個人有強迫症的 沒說別人